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南当地的法院最后判决认为这个笔电坏掉的事件 双方都必须要负责任 前面那位流性男子因为把椅子向后倒 直接导致了笔电损坏 所以他必须负担70%的责任 后面的王同学则是被法官认为应该更加小心 所以必须负责30%的责任 最后流性男子就被法官认定 需要负担3341元的电脑维修费用 大约就是电脑维修总金额的70% 法官解释因为在火车都有提醒大家 要把椅子往后倒的时候 请注意后方乘客的状况 所以完全不看就往后倒 椅子确实是有疏忽 但其实椅子到底能不能放倒的问题 根本是个千古难题 因为只要一往后倒 后面的人就算东西没有坏掉 也一定不太舒服 多半习惯以被会想往后靠的人 主要都是习惯搭乘飞机的 但是近期因为环保里有 很多短程的飞机都被航空公司取消 这些乘客就会转而搭火车 却把飞机的习惯带到火车上 不过就算是飞机把椅子往后倒 也让对碰面的人很不舒服 这种设计上本来就有问题 是否应该直接取消 避免争议 台湾在疫情中 只被认为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也很多人会考虑要来台湾旅游 但是台湾却被多国政府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危险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什么病毒还是治安 而是致命却稀松平常的道路安全 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和美国 政府在旅游建议上都称台湾的交通非常危险 美国的政府也公告 摩托车太多横冲直撞 过马路的时候车子也都不让行人通过 加拿大政府写的内容更是直接 说台湾的机车骑士 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 极度莽撞 于是CNN就访论到了 台湾是个行人地域这个粉丝专页 台湾是个行人地域这个粉丝专页 也是在2021年12月的时候创立的 过一年后马上就获得了一万三千多的最终者 粉丝专业的棒棒人曾经到澳洲木尔本生活过 去了之后才意识到 原来在马路上走路可以是很安全的 在台湾那种总是快要被机车撞的感觉 让他有感而发想创立这个粉丝专页 创立人认为台湾的城市都缺乏连贯的人行道 让行人可以走 根据台湾证明的数据表示 有42%的市区道路都是设有人行道的 但是这个数字没有办法呈现实际上真实的样貌 因为道路就算有人行道也可能很狭窄 人行道最后都是停满了摩托车和车子 不然就是被人放置植物或是店家的商品挡住路 很多时候行人就只能被迫走在车道上面非常危险 更惨的是原本利益良好 不想淋雨的骑楼设计 到了现在只变成崎岖不平的惨痛走路经验 很多人推婴儿车或是轮椅的时候 都必须要把轮子抬高才能够顺利通过 更惨的是还会有人在人行道上面 骑摩托车 去年呢台湾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 就有2962个人 把人口的比例加进去计算之后 大概是每10万人就会 因交通事故死掉12.67个人 台湾交通问题除了 机车骑士的问题以外 整体上不以行人大众运输为出发点去做道路的规划设计 这也间接导致了大家都宁可选择使用私人的交通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除了台北的交通运输 还能够过得去对观光客来说 在没有大众运输的地方旅游是非常的困难 一位女子参加了超级马拉松 结果获得了一个独角兽般的时刻 因为她打破了大家对于女人 能在马拉松达到的成就底线 当这个女生在160公里超马比赛通过终点的时候 她打败了那场比赛 所有的男性参赛者还打破了世界冠军 160公里的赛程当中 她在2017年的时候 她就已经跑得很快了 但这一次平均的速度竟然又比之前快了1分半左右 是非常惊人的进步幅度 表现非常的良好 但是在她努力的跑完超马突破纪录的时候 主办单位竟然宣告无效 说这次的纪录有问题 后来那次的比赛场地经过重新测量 比赛地点是在内华达州的一个汉德森公园的外围 结果重测了之后呢 却发现那个比赛的赛道比预计的还要短 根据美国的田径协会估计 大概少了218公尺 对于那位以为自己干大事了的女生来说 超级难过超级失望 因为她认为就算是赛道短少了 数据可以重新计算没关系 但这毕竟是她全心全意完成的一次比赛 不希望这次比赛只是因为距离少了一点 就完全不把她当成一次的纪录 而且估算错误也是主办单位应该要负责的 即使没有破世界纪录 但确实是赢过了其他的对手 但这件事情后来又有了转机 明明相关组织最后开始测量说距离有到 8个月后又再次选拌距离是不足的 一个公园赛道的距离就这样成为一个谜团 物理向人测出来的东西 就这样子被反反复复的吵来吵去 最后呢这个女生终于放弃 因为她不可能把人生就花在这件事情上 一直争执一直等待 感觉人生就停滞在了这一刻一样 西班牙的警察现在正在寻找14个人 因为他们从巴塞隆纳的机场直接跑走了 当时有一台飞机紧急降落 因为有一个女人貌似假装成即将分娩 让飞机紧急降落 那台飞机的路径预计是要从姆洛哥飞到伊斯坦堡 但是却因为她假装要生产 所以呢飞机就紧急降落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机场 就在那个女人被医护人员手忙脚乱抬下飞机的过程中 就有27个乘客趁断未经许可就冲下飞机逃走 警察很快的就抓到了其中的13人 但是另外14个人就这样子逃走了 那个女人怀孕虽然是真的 但是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马上说搞什么 他又没有快要生 被抓的13个乘客当中 有5个人同意 坐回飞机上继续飞往伊斯坦堡 但是另外8个人拒绝 所以就被西班牙官方 丢回该间航空公司的别搬机 无论如何就是要把这些人送出离开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没有公开这些乘客的国籍 这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计谋 由作为怀孕的女子来诈吸 完成她们的目的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今天赞助的会员 伊恩大名的James Jason 黑鱼鱼猫 还有我们的NP还有ZV 就希望提到订阅 支持鲨鱼创造的朋友 也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连结 没有不同的会员等级 还有不同的福利给大家参考 那希望大家就是喜欢鲨鱼节目 的话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知道 或者在播放cast帮我留心 心前对这个节目成长还有帮助 那我时间的话 欢迎大家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 纯色录音批判 你有时间更长主题性内容 另外的话是听说动物 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动物的知识 就希望鲨鱼可以去 在每周二十五跟大家相见 那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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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